我什么时候同意 他出女朋友了 独独专行 你不同意 不喜欢 你就不成人家的女朋友 我不同意 我不喜欢 就是不行 咱们好好商量商量 俩人万一要合适呢 没有万一 你知道那女子多大吗 大六岁 还带个儿子 还是外地的 哪一条和咱们的要求啊 我告诉你 我不同意 他就是不行 商量商量 对不对 没什么好商量的 我是他妈 我不知道金波什么样啊 三分钟的热情 你想等着他 把孩子生出来 两年再离婚呢 孩子你养啊 对了 你可以给养了 为什么呢 他遗传了你屎乱中气 沾花惹草的毛病 你胡说什么呢你 我告诉你啊 你特别棒 你别跟我这么厉害 咱们两个现在 已经离婚了 从现在开始 我不指你这一套 别说别的 赶紧跟我们家 咱俩跟金波 把这事一五一十地 给他说清楚 稍得他走哪里说事 走 行行 你不说门呢 是吧 你锁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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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死我了 我 我爸的饭呢 爸 我给你打饭去 喂 这怎么了 坐着吃你的 他不在咱家吃 他回他家去吃 你 对了 不是有事吗 是啊 爸 你得发表自己的意见 是吧 这个事啊 是吧 看我干吗 你就直接跟儿子说 你怎么想的 你就怎么说 对 你是不是倒戈了呀 什么叫倒戈了呀 我跟你说 这个事 是我在认真思考之后 没有受任何 别人的影响 自己独立做出的决定 对 对 听见了吧 你爸这次是独立 做出的决定 说吧 还独立呢 你我看不出来啊 一看您这样子 就跟我妈投降了 是不是啊 爸 我跟你说 做男人得怎么样 做男人得有骨气 做男人他得顶天地地 做男人他有自己 坚定的立场 可是这三样呢 你全都没有 你发飞的 我跟你说啊 这个 谈恋爱可以 跟谁谈恋爱 我们也不管 但是三年之内 结婚不行 说什么呢 什么叫谈恋爱可以 跟谁谈也不管呢 恋爱也不可 不是不可以 是也分什么人恋爱 不是不是 我跟你说 你们俩都别说了 反正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你们所说的这些 我今次都做不着 我跟你说我做不着 给你脸了是吧 站好了 站好了 我现在发现了 你们俩就是和我商量好的 你们吃饭吧 好好吃吧 我不吃了 好 喝 喝 喝 你你你你回来 你给我扔 你别管了 真是的 他能比咱俩小钱 他用不了俩容头 他就回来 不是 你你跟什么意思啊 咱俩不说得好好的吗 是 是 不能跟这个 你怎么又成了 这可以恋爱 不可以结婚 是 是 你这脑子怎么 说完以后 他就他那个 打车的钱 回来还在那里抱呢 咱们先吃饭 不理他 打车 咱们吃 真是 方雅 谁让你吃饭了 这 这不赶上了吗 赶上了也不行 你回家去吃去 你让孙姐给你做去 赶紧 走 你看这不就 多双筷子的事吗 不是多双筷子 是原则的问题 赶紧走 回头我低血糖饭了 我跟你说 我快倒着 你放你活 赶回家饭去 怎么这样 就这样 我饭 还给你吃穷了吗 还 还有什么说的呀 你不能得理不饶人哪 这也太过分了吧 行啊 就冲你今天这表现 还算可以吧 就赏你一顿 吃完了赶紧走 在家饿着了是吧 瞅你吃那样 几辈子没见过饭呢 家里的饭香啊 我家里的饭 今儿子 过它好吧 太好了 哎呀 舒塌了 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 我就觉得我第二春又来了 你知道我就感觉 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太舒塌了 真是好 我过得不好 为什么呀 你应该特别好啊 你看那苏文娟 又年轻 又漂亮 又贤惠 又善良 又可耐 你说这干吗 咱说点正经的好不好 不正经是你的专利呀 不是我的呀 我跟你说啊 这我唯一遗憾是什么 就是跟你离得有点晚了 你早点给我自由啊 早点让我解放啊 你知道我就感觉 你早天的天 就明朗的天 你看就这种感觉 装吧 你就装吧 我真没装 你啊 你越这么对我冷嘲热讽 那我就只能理解为 你心里还是放不下我 我放不下你 我呸我 苏文娟 你看 苏文娟 别 别 别让我太难受了 所以你知道吗 心里想什么嘴上 他就出了又出来了 你出来了 苏文娟 原谅我一婚 行不行 我跟你说实话 当初咱俩离婚 我真不是语谋好的 我想给你个教训 咱俩要真立了以后 你过两天没我的日子 说不定你还就感觉到不好 完了吧 我 我 这教训整大了吧 你话怎么说的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 这几个字就写在你脸上 原谅我一会 行不行 真的 我原谅你什么 我原谅你 东叔 你什么绝对都叫出来了你 你还说你没什么呢 你以为这这婚姻是你说了算的 是我说了算你知道吗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行不行 没了 你自己不要啊 你自己把机会失去了 我 我给你什么呀 那 那怎么着 你才能原谅我呢 怎么着都不能了 我跟你这么举例吧 就好比你说 你也把我毙了 当你抢我倒下了 然后 这样 你觉得杀错了吗 让你乱想求求你妈 活过来吧 我错 我错 我能活过来吗 我已经死了 我怎么活呀 但是毕竟咱们过这么多年了 我跟你讲 过多少年也没有 咱俩现在 我跟你讲就是彻底了 明白没有 行 先吃饭 待 待会儿咱们点什么 别吃了 你赶紧走 我跟你说 你再不走的话 你的这个心血当没犯 我刚去压犯了 好 好 好 赶紧走 快看 嘴怎么这么欠了我 去吧 你个傻子 你现在说后悔了 完了 活该 来 我感谢你后悔 谁让你干这个曲心哑的事 你怎么让我后悔呢 那你想回头 老剑 你回来了 你怎么又 我 我就是给你送点饭 我这就走啊 你吃完了还给我放这儿 回头我来取啊 昏得素的都有 拜拜 来 亲爱的 你少喝点 少喝点钱 请 真辣 我听金娜说 老金回家来了是吧 找你回来复婚了呀 妈 那是不可能的 你说我跟她过了这么多年 我怎么没发现呢 她那么缺根筋呢 你知道她跟我说什么呀 她说她跟那个孙文娟 根本就没什么 她为什么跟我离婚呢 她说要制止我的坏脾气 你说这不扯呢吗 制止我坏脾气 真有意思 你现在把我甩了 全世界都知道了 你还跟我来复婚 我跟你说 我就想复都不能 为啥呢 好马还不是回头草呢 师姐 不 上次老金 当时真是 还给我解释会这事 我跟你说 妹呀 我现在真切地体会到了 女人一旦没了男人 就没自尊了 原来她那个妹 敢跟我那么说话吗 你没看我横的呀 还有那孙文娟 指着我鼻子骂 原来她敢吗 这不就因为咱没了男人吗 想得太严重了吧 讲一点不严重 我跟你说 现在好多人都 关心我呀什么的 那是真正的关心吗 那就可怜你呢 咱不就是看着你 现在不行了吗 你花枝翘 你原来你就骂人呐 你你威风呐 你现在也 但是没事妹 我就想开了 我就离婚了吗 我花枝枪照样 翘 我已经约好了 烫头 拉皮 买衣服 鸡腿 鸡腿 我就知道你 我卖了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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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忘了 我 lockdown 你这儿 你这儿 这儿以为我 她太年轻了 你怎么了你这是 但人家会不会说 这么大岁数了 你太薄扯了吧 你老不正经的 有点不稳重 谁爱说谁说起 爱谁谁 对呀 我就不是那怕说闲话的人 对呀 金正阳我都帅了 我怕谁呀 所以又打发对很好的美 就是 走路 辛苦辛苦辛苦啊 你们 经理啊 我让你出去办事 办个多小时了 你还在这儿不动卧啊 哦 你还在这儿打电话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不是 经理经理 我有点事 我家里出去 别跟我解释 你给我解释什么呀 我跟你的最后通点啊 今天这个客户 你要是搞不定 收拾东西 走 瞧你这图老帽的德行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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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亲爱的 你最近几天都去哪儿了 打电话你也不接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啊 金波 妈妈出车祸了 什么 出车祸了 现在立刻要做手术 可是我身上没有钱 静谱 你能给我 打点钱过来吗 你现在在哪儿 我马上过来 不用 不用 我在外地呢 我们是在外地 出的车祸 静谱 妈妈现在就在 手术台上面 立刻得做手术 静谱 静谱你给我 打一点钱行吗 行行行 我马上给你打钱 你先别急啊 别哭 别哭 你记得把账号发给我 谢谢 姐 那个钱我收到了啊 我已经交给我那同事了 他们全家都对您 表示非常地感谢 对对对 您就是活菩萨转世 谢谢姐啊 么么哒 拜拜 拜拜 您好 您好 您可贴打的电话已关机 您好 您可贴打的电话已关机 什么情况 怎么打了钱就关机呢 怎么打了钱就关机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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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这个已经放学了吗 放学挺长时间了 孩子都走光了 都走光了 你有什么事啊 那能不能接个电话我打一下 手机没电了 那好吧 谢谢啊 喂 妈 我手机没电了 童童是不是你接走了 没有啊 不是说好你去接童童的吗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可能她跟老师在楼上等着我呢 我去看看 没事啊 没事 我去吧 志傅 我来 梓英 我来 你上尾 啊 那个 是金盖副把她接回来的 干嘛这么对小孩子发脾气 是你电话一句打不通 老师才打给我的 他们以为我是彤彤的妈妈 如果你要觉得我是陌生人的话 彤彤不敢跟我走 那你骂我好了 是我不该去接她 没事 阿姨 彤彤也回来了 那我先回去了 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是她犯魂 你要去那妈妈陪我吃饭 对不起 我今天吓坏了 以为彤彤丢了 反应有点崩溃 说话 说话不过脑子 来 行了行了 赶快吃饭吧 快吃饭 来 来 我们吃饭 来 来 金大夫那么漂亮 工作又好 又会做这么好吃的菜 谁家呀 娶了你 真是福气 奶奶等我长大了 我也要去接纳妈妈 等你长大了 今晚妈妈都老了 对了 金大夫还特地给你做了 饿椒海参粥 那我尝尝 你不用送我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我送你吧 今天闹成这样 也没交成车 正好 今天谢谢你 去接彤彤 我说话确实有点过分了 别往心里去 你也是为了彤彤好吗 没事 对了 你的新工作找到了吗 没有 面试了几家大的旅行社 他们都觉得 我脱离这行太久了 有的也知道我过去的事 你也知道我们这行 信用度很重要 没关系吧 有些时候 机会来了自然就来了 不用强求 我有预感 你应该很快就会找到 还不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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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遇到骗子了 还不承认呢 人家骗了你一万块钱走了 让你找不着了 妈 你别这么说康乃欣行不行 这电话没打通 你哪来证据 你凭什么说人家是骗子 要是两个人还好着 还是恋人的话 怎么可能说是 这么长时间不开机啊 然后就不跟你主动联系 太幼稚了我跟你说 这明摆这事还不承认 我是幼稚 反正左右您看不惯我吗 我在您眼里就是一无是处 什么叫我看不惯你 你就是受骗了 行行行行 你得承认你就是受骗了 我受骗了 我受骗了行吧 当然 好 幻且 我让你落一清醒 我走 我不爱您的事了 你还来劲了是不是啊 黄园 失恋了 还是被人骗了 老头 啥子不舒服 咳嗽 我喝得挺稳用的 哎 金娜 我陪你进去 你不是要去面试吗 来得及 妈 你怎么还不睡啊 哎呀 金波跑哪儿去不知道 到现在都没回来 我能睡吗 哎 他玩够了就会回来了 您别等他了 还有啊 他回来那事您就别提了 一万块钱算了 那能是一万块钱的事吗 哎呀 行了 早点睡吧 我等他 那行 您不睡我也不睡了 我先洗个澡 没洗好的啊 你过他快 快 过他快 快 西罗 过他快 来了 来了 没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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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西罗那个怂样 我告诉你哥们啊 一会儿没洗还得再进俩 西罗不行 没吃药 你啊 你没吃药吧你 吵死了 就把你们家开的 不是你有病吧 你有病啊 你 压了鞭子 你心不止我抽 你 你凭什么 泼我一脸酒啊 你不知道我支持哪对啊 没法没了地说 你 你 你 西罗怎么了 你关我屁是吧 西罗得罪你了是吗 我真是没心也 关你什么事啊 你有病啊 你别看着我告诉你 再看我 我看你怎么了 有本事挑一个 挑 谁怕谁 走啊 我就不信了我 走 别怂 你然后再看我 你不信了我 你不信了我 我才能骂你 我才能骂你 赶紧命力 我才能骂你 来 不让你找了 好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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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 你最近怎么样 我找了一份新工作 是吗 什么呀 我现在在外企当文蜜呢 我爹找了一份工作 也是在外企 他这个人啊 很难爱出去工作的 姐啊 原来你还有个弟弟啊 我还以为你是独生女呢 我妈超生的 年纪跟你差不多的 不过如果不是她不靠谱的话 我就把她介绍给你做男朋友了 其实我也不怎么靠谱 那倒也是 也是挺不靠谱的 我昨天干了件特别不靠谱的事 我还是不说了 怎么了 保密 还保密呢 到底什么事啊 你别问了 每个人都有秘密 你没有 我有啊 那就行了 你想知道我的秘密吗 想想想 说 我觉得我最近 好像喜欢上一个人 谁啊 我认识吗 你认识 不会是咱们医院的医生吧 病人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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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所谓 前两天我去我前夫的婚礼 被我前夫和他的现老婆羞辱了一番 还好无所谓的 还好无所谓在 他帮我 让我没那么难堪 我好像对他有一种 很特别的感觉 姐 你还好吗 你清醒点 无所谓是单身父亲 你要是跟他在一块 那你不直接去他们家当后妈了呀 再说了 你看你条件这么好 干什么找一个 没钱的单身父亲 姐 不能跳这个火坑 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 并不是什么问题 我离过一次婚 失败过一次 如果再让我选择 我希望能够选择一个 跟我谈得来的 我喜欢的 而且有家庭责任心的 就是啊 我觉得无所谓 就是这样一个人 彤彤 别瞎跑啊 你看呀 你看 他能跳能跑了 这个啊 可感谢金大夫 我觉得他挺好的 你能扶帮助的 妈 你这扯哪儿去了 我呀就是一个 外地来北京打工的 单身爸爸 单身爸爸怎么了 你别自己看不上自己啊 你在咱们那个城市 数得上优秀的呢 妈 咱也有自知之明 过几天呀 彤彤要去复查 我帮你问问 你别胡闹啊 我胡闹什么呀 我就是去问 彤彤 回家 走 那好了 我的秘密已经告诉你了 到你了 不说算了 好 我说我说 昨天没事我自己去酒吧玩 结果认识一男孩 然后我们就 你们就什么 我们 你们就开房了 这多危险呀 不是姐 我们是去开房了 但是没干你想的那种事 我们都喝大了当时 我睡地上 他睡浴缸 不过这男孩 也是够流氓的 他就是流氓 还好 这个流氓酒量 还没我好呢 但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但愿这辈子 再也不要碰了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是从屈指 我很感兴趣 好 好 好 什么玩意儿啊 嫁规女婶 娶媳妇守责 鉴于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没有规矩不成法 请有关人士以此为据 认真执行 媳妇必须比男方年龄小 但以两岁为行 小太多不像话 已婚人士坚决排除 不能是外地的 必须有房有车有存款 不得对男方 极有财产力不所欺負 男方必须实名提供 一定的物质保障 如房产加民存款过户之类 姐 你看花姐搞的什么名堂 你也有啊 你那是什么什么 嫁老公守责是吗 嫁闺女 让我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 你说咱花姐又在搞什么 花名堂呢 我也不知道 早上起来就看见这个 你别看了 我这个 肯定比你要苛刻得多 真的 你看 必须 是硬性指标 有房有车有存款 女方若嫁入男方 必须实名提供一定的物质保障 如房产加民存款过户 你说咱妈是不是太会算计了 花姐是谁啊 花姐是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来 你又不是不知道 把两张自相矛盾的东西都贴家里 哎 你昨晚去哪儿呢 没去哪儿啊 我 我我我昨天睡睡睡得比较早而已 什么你睡得早 我那么晚去你房间你都不在 是吗 昨天晚上的事我就忘了 干吗去了 老实说 姐 我问你个正经事啊 你说这世界上有狐狸精吗 哎呀我碰到一个女孩 长得特别好看 又特别的水灵 我一会儿没见到她吧 我就觉得 灵魂出窍 你又换人了 不是 不是又 我的弟弟 你换人换得太快了 你这样将来谁嫁给你谁倒霉 我妈觉得热呀 哎 哎呀 一会儿不能跟华姐说这事啊 你脱鞋到哪儿去了呀 啊 哎 换点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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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哪里 行啊 两个宝贝啊 都认真败毒了吧 败毒了败毒了 您这毛笔字写得还真不错 哎呀花了一晚上更恐怖了 都坐下 坐下坐下 我找你们谈谈话 快点一大早干嘛去了 买菜去了 你菜呢 哎呀你小心点吧 你说这也忘了 哎呀你看这买了多少 快快帮我淋一下沉哪 哎呀是 哇你买这么多啊 这家里有客人还没有 先先说正事啊 好 那个 坐下 啥呀 你别别别着急 咱们等会儿去说正事吧 买这么多菜啊妈 对 那个 都看了 特别好 那个 我跟你说呀 你妈还是真有文化 这东西不太容易啊 弄到大半夜给弄出来了 是啊真的 那花姐 你没想到你那毛笔字 你能写这么好的 但是你们给我弄下来了 我还是有点生气 不过也行 把它贴到卫生间去 每天早晨要看一遍 争取把它背下来 妈今儿我不在家吃饭啊 我不是给你做 今天要请你那个 谁啊 就那 对我 我都没跟你说 就是上次那个 那个婚礼上给你解围 上市公司那个 就那小子 把他弄家来吃顿饭 咱再继续了解了解 妈再给你好好看看 你们再好好发展发展 妈我 我跟人不熟 瞎说呢吧 那不熟 你怎么给人家请了 去去给你上婚礼上去的 我碰上的 碰 碰上的 小吗 金娜 那不瞎说行吗 行 就算你不熟 那你知道他那个公司在哪儿吗 人家给你干了这么大件事 咱得谢谢人家吧 妈去找他 我去把他请来 好好地谢谢人家 妈 我真的跟他不是很熟 他就我都跟你说了吧 他就是来帮忙的 行了 我我现在我 我只要一跟你说这件事我就生气 真的我都 你除了吃你还知道什么呀 还知道泡妞 花心着呢 一天换一个 你一个都找不来呢 对呀 上市公司你都不要 你找你吃吧 混着叫 干嘛也早点了啊 醒醒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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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健康 你吹什么呀 吹 又老金 这打扮 又是谁了 老金 你这从花枝窝色学校来的吗 什么意思 你怎么这身打扮就来了 还穿一粉色的 人白人才穿粉色 怎么还搭一蓝色的裤子 还阿迪达的 你怎么那么逗啊你 平时都是花枝窝给我搭配好了 我直接穿的 谁知道还要这么多讲究 早上喝牛奶了吧 许多你也看出来了 你瞅瞅 怎么喝奶还拿了呀 你脱下来 我洗一洗吧 不用 不用 自己洗自己 自己来吧 来 给你 爸 别让我给你买件衣件回来 您这衣服就不用这么 一件二件的叠了 都可以挂起来 衣件我自己买就行了 你就帮我搭配好穿什么衣服 我不会搭 爸 您这怎么都染了死 这什么呀这是 人不知道还有水没化呢 不是 这这 您该怎么洗的呀 我把那衣服还有袜子什么的 全身浅的一块儿就给洗了 爸这白衬衫一定要跟白色的衣服洗 你不能跟黑衣服洗 你这 这全都是毁了这都 我哪懂这位啊 爸 嗯 这也是运动裤 您上面配个坎就行了 你怎么配一个粉衬衫 您穿着不难受啊 所以我让你给我搭呀 我就照你搭着穿 你也真是够了 这要被我妈看见 这这这 这不是怎么叨叨您呢 我说爸 以后里边还有一些什么真丝的羊毛的 都不能放上洗衣机洗 那都得干洗 要不然穿一次全都废了 这衣服以前都是你妈洗的 那 她洗的时候就这么麻烦呢 那可不就这么麻烦吗 这过日子啊琐碎着呢 你以为你平时你不做 别人就没替你做 那那你的意思是说 离开你妈我还活不下去了 那你现在活得好吗 不过话又说回来 您跟我妈要分开了 我倒觉得也是件好事 这样刚好你们也可以想想 离开了彼此 到底是过得更好了 还是更不好了 说实话爸 你真不想跟我妈复合了 你现在就算我有这个打算 你妈也把这道道都给我堵死了 刚离婚的时候我还挺高兴的 就说解放了 彻底逃出你妈的魔掌了 我想怎么过就怎么过 我离了没几天 她倒是不在我耳边叨叨了 可这日子怎么过得 过得冷冷清清 没滋没味的 所以您这个孙猴子 还是逃不过我妈的手掌心吧 行了 我明白了 那回去就在我妈耳边 都帮你说几句吧 不过 你得跟我说实话 你跟那孙文娟到底有事没事 你要真跟她有事 我要帮了你 那就得于害了我妈 闺女 我得跟你解释多少遍才相信呢 我跟她什么关系都没有 真的 那我信你有用吗 得我妈信你啊 你也不是不知道她这人 刀子嘴豆腐心 还死要面子 您这一次是真伤了她的自尊心了 反正我觉得 您要想掰回来 真的得下大功夫了 只要你妈能 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多难我也认了